貿易戰白熱化 中國為了要避關稅 透過第三方出口貨品來洗產地 而現在被美國盯上了 外媒爆料 越南被中國產品 用來洗產地的起因最大 現在就連台灣也被點名 很多的台商 就是把他的製造 從中國大陸轉移出來 希望規避那個關稅 但是同樣的 如果說你大部分的製程 是在中國大陸 但是最後的組裝 譬如說轉到東南亞的話 也有可能會被美國盯上的 一旦被蓋上洗產地的標籤 對台灣出口衝擊難以想像 財政部官務署 自從貿易戰起 加強查核貨物的產地 尤其針對301關稅 還有反傾銷稅的高危險貨品 光是一年之內 就查獲六個案例 我覺得台灣基本上 能然是安全的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美國他現在 把他的關注的重點 放在這個所謂匯率方面 那我們看到這個五月初 美國財政部的這個報告裡 台灣並沒有在觀察名單 因為貿易戰裡影響 各大產業往越南跑 但成衣 製協業者 卻放慢在越南擴廠的腳步 因為蘋果 Google 還有亞馬遜等科系大廠 也準備將產線 前往越南 美國商務部會相當重視 是不是符合所謂的原產地規定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這個製程 跟這個零組件的這個包含 必須是在這個出口國那裡完成 各類產業大舉牽進 讓當地的土地和人力成本 通通提高 美中貿易戰 不論誰撐到了最後 越南都意外成了最大贏家 三面新聞 雙方報導